在今天白天 东部地区的朋友都会发现到 零星的一些短暂雨 那西半部地区呢 全部天气晴了 在天气状况来说呢 东山飘雨西山晴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到了雨区的话 行车方面要注意咯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未来这一个礼拜 天气状况会是如何的变化 我把未来一周 分成了四个阶段来告诉大家 最主要呢 在周二的时候呢 东山会飘雨西山天气晴 北部地区天气较凉 最主要一点有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但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呢 天气晴了气温上升了 因为弱的东北风 在周三的时候就减弱了 接着周四到周五的时候呢 东山又飘点雨西山天气晴 因为吹着东风的关系 气温慢慢的上升 那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日夜温差就很明显 星期天的时候呢 水气又进来 东部地区早晚又有局部性的降雨 不过大家要注意哦 从礼拜三以后开始呢 中南部地区因为风场的关系 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偏差 过敏体质的朋友要注意咯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真实色彩的云图 从这张云图上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北部有云层 东半部地区呢 今天中午的时候 阳光在花莲以南都露脸 但是呢 到了傍晚以后 我们看到又有些地形的云层出现了 最重要一点 风向吹着有一点点偏 东北东风进来 海面上的水气带进了陆地 所以台北东边的部分东北角地区 北部海岸线跟基隆宜来 都容易会有零星的降雨状况 来看到彩色云图了 彩色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系统东移了 但在明天的时候 有个微弱的高压 会逐渐的进入到东海 当这个高压要东移的时候 会带进来一点东北风 北部的朋友 明天仍然天气偏凉 中南部来说 日夜温差比较大 但从周三以后开始 高压系统东移之后 温度开始缓慢的上升 但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只是白天回到一个 比较舒适的天气 在这个礼拜 冷空气都是偏弱的 目前看来 要到下个礼拜之后 冷空气才会在西伯利亚地区 逐渐的酝酿而开始增强 所以东部地区的朋友都会注意到 从礼拜三以后开始 东风吹进来 就会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出现 我们来看看 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外岛地区 晚上天气状况有点偏冷 那白天的温度是舒适偏凉 而在台湾奔岛部分 东部地区呢 都有点局部的降雨 跟台北东边的部分 过了林口台地以南 全部天气气 但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小叮零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往东走 外出要被雨聚 中南部温差较大 早出晚归骑车要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